这个第四点那个营区说真的也很阴 主要是呢 他这个营区曾经有暂时被当作一些犯人停留的地方 所以呢 他这个单位也是听说很阴 因为以前的那个年代 如果犯人关在那边 可能有一些人会受不了里面的管教 然后噪声自我伤害案件 所以我那个时候到这个营区的时候 也是有耳闻啊 就是说里面可能有一些比较灵异的事件 那其实呢 我一直到那个营区 我是几年去 95年去 然后最后是96年 大概应该是9月或10月发生的 9月或10月发生 因为那时候还有点热 还不是说转秋了 应该是9月 9月发生的 所以那这个故事是怎么样 不是故事 这个真实事件是怎样 有一天呢 我记得你也知道9月那个时间点 有的都已经要准备一些后勤的相关准备工作 所以那时候我就叫班长代几个阿兵哥去整理 我记得是经理部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去整理经理部房 那我不是说那个地方 那个区域以前是关押犯人的地方 所以呢他有很多房间 那有很多房间 最后我们就利用这些房间 然后作为库房 所以那一天呢 我原本是叫一个班长 带几个人去整理那些库房 整理经理 我记得是经理库房 经理库房东西最多 我叫的是整理经理库房 那去整理经理库房的时候 等到一半 因为我不在那边 我就去其他场地 因为我不可能就只有一组人在做事 还有其他组人在做事 我又到其他场地去 那大概一个小时后呢 这个班长突然打给我 那是一个上司 应该是一个上司 上司班长 就打给我 就跟我回报说 有两个这个士兵吐了 我想说两个 你说一个受不了吐了 我能接受 怎么可能有两个士兵在吐 我觉得这个有问题啊 我就赶快呢 回去那个库房那边 然后就看 他们两个真的很难过坐在地上 很难过坐在地上 他们已经 这个从库房里面出来 外面的一个空地 外面坐着 就很难过坐在那边 那我就问他说 你们是怎么了 我就问他 那个是两个 一男一女哦 不是两个男色 是一个男的加一个女的吐 他们两个都出来 这个 银色外面的一个小空地那边 那班长在那边 其他人还在里面班哦 其他人还在里面班 那我就说 你们两个是怎么了 我一开始以为他们想要混 你知道吗 我就说你们两个到底是怎样 然后呢 先是那一个男兵 先是那个男兵先讲 说里面有东西了 我说里面有东西 对啊 经理库房没有东西 要什么东西 他说里面有那个啦 那我知道他的脸有一点就是很震惊嘛 知道他也不是骗人 他说里面有那个 他说你有看到哦 有啦 看到几个啦 那我这个阿兵哥呢 他之前是跳八家将的 他之前是跳八家将的 所以呢 他可能真的有感应到一些东西 感应到一些东西 那他没有办法说出那个形体是怎么样 但是呢 他身体完全能感应到 那个里面就是有东西 那他们当然也知道这个地方 以前可能关押过犯人 但是他们应该不知道里面有出过事 所以呢 这个男兵是跟我说明说他感应到了 那不对啊 他感应到了 那另外一个女兵才来部队报到一两个月 难道他也跳过八家将吗 对啊 我就觉得很纳闷 我就问他说 哎 你又是怎么了 他就说没有啦 因为我的身体比较敏感 所以我也有感应到 那那个时候呢 原本 因为我说我到这个营区一年多而已 那这一年多呢 其实都没有发生 比较灵异的事情都没有 可能我也没有特别去注意这件事 所以都没有发生 那我自己也不太不太这个不太注意这种事吧 那这个女兵呢 反而让我更加觉得有可能 因为这个女兵他刚来 他不可能一来就听到我们 营区所有方方面面的事 我这个营区非常的可怕 我不要再一直说这个营区 因为这个营区真的 以前发生非常非常非常多事情 非常多 而且我有一个事件 也是这个营区里面发生的 这个营区甚至有一个难关 从四楼碎一碎掉下来死掉 这个营区有一点阴 而且他以前除了关押犯人之外 他里面也有禁闭室 这个营区算是蛮阴的 现在这个营区还在 现在这个营区还在 真的真的不骗大家 现在这个营区还在 所以呢 透露哪一个营区吗 不要啦 这个我跟大家讲的事件 都是真实事件 这个营区真的还在 这个营区真的还在 这个透露的话 那怎么办 那这个营区还要过得下去吗 不要啦 在台中 在台中的某个营区 我就不要说哪个营区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有一点点相信了 因为这个女兵 她才刚来一个多月 她不可能骗人嘛 对不对 她不可能骗人 所以我就觉得 或许这个地方真的有问题 好 那就这两个休息过后呢 我就叫他们两个去别组 不要再经理库房 因为里面其实还有五六个人 在搬东西 那他们可能是因为自己 可能就是八字比较重吧 还是等等的 他们都没有状况 一样在搬东西哦 我也曾经在里面搬过东西 找过东西 那我对那边的感觉是觉得 那边有压力 很局促 很狭隘 但是还不至于让我感觉 是有一点点不舒服 但是不是灵异事件的不舒服 就是觉得很狭隘 很封闭 你知道吗 那种关押犯人的地方 绝对都是那种墙都很高 你知道吗 那个他只是一楼 我跟你讲 我跟大家讲 那个关押犯人的地方是怎么样 就是他的那一栋楼 一进去左右两侧 是这个行政办公室 再往前走 有一个铁栅栏 红色的铁栅栏 再进去 他就区分成两个走廊 那个走廊直径 大概只有1.5公尺 两边有走廊 然后呢右边的走廊是这个团体房 是团体房 就是10个人 5个人的团体房 那左边的那个走廊 里面是独居房 一个人的重刑犯的独居房 那这两个走廊的正前方 是篮球场 应该说他们活动的一个场地 也有篮球场 就是一个空地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两边都也蛮阴的 所以他的格局就让人家觉得很奇怪 那他的一楼呢 他的楼高是挑高的 因为怕他们跑掉 所以这个墙建很高 那个墙大概3公尺以上 我没有去量那个高度 反正他很高啦 每一个房间都很高哦 都很独居房 也是很高哦 非常的高 好非常高 那很高上面呢 为了空气流通 还有铁 红色的铁栅栏 还是有 最高的地方还是有铁栅栏 那 那个时候呢 我也觉得这个状况 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我就 在有一天晚上 课前准备会议结束之后 我就跟我的这个班长 就两个班长 我就跟他们讲 哎 人家都说那边有问题 我们要不要去破除一下迷信啊 不然这样对于整个单位 也是有不好的影响嘛 如果大家进去都这么怕的话 以后谁敢进去 对不对 我就跟两个班长讲说 哎 不然这样了 我们今天啊 11点好不好 11点 我们进去里面看看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那两个班长还跟我讲 好啊 没问题啊 我们就进去看看嘛 对不对 因为夜间呢 应该更有一些声音或状况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 应该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敢下那个决定 哎 我那个时候是 哎 我那时候在那个单位是什么 也是副主管 我那个时候在那个单位是副主管 好 那个时候 我就直接跟他们讲 要不要 他们都说好 他们都跟我讲好 那个班长 一个姓廖 一个姓陈 绝对都是真实世界 我没有要骗大家 绝对真实世界 然后呢 这个 我们那天11点 我查完铺 看一看 洗完 还没洗澡 我查完铺 看一看整个 因为我都会走动视管理嘛 所以我就会去走一走 看营区 完毕 回来之后 大概快11点 我就跟那两个班长讲 因为他们在 试官寝室 我只有自己的独立房间 我去试官寝室 哎 走 我们去那个库房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还是真的过去了 那 这个库房的外面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铁门 而且那个铁门 我不骗大家 是红色的 是红色的门哦 而且那铁门非常非常的大 它的大小横宽呢 大概有5公尺 5公尺哦 5公尺很长的一个铁门 是红色的 然后呢 要推动这个铁门不容易 所以呢 我们为了方便 我们在那个铁门的右侧 三分之一处 有开了一个小门 有开了一个小门 那个时候呢 我真的不骗大家 我们一开始走到 那个小门之前 要用钥匙打开 准备把钥匙 我的班长 我不是带两个班长吗 其中一个班长有拿钥匙吧 他准备要把门打开的时候 我刚才跟大家说 那个时候是几月 九月 九月的时候 结果他要打开这个门之前 突然一阵阴风吹来 我不骗大家 我们都打了一下冷战 一个阴风吹过来 我们都打了一下冷战 然后呢 我们都没有说话 然后呢 经过了十秒 空气完全凝结 经过十秒之后 我就说 他把门打开啊 反正我的 我就信鬼神的那一种啊 我就觉得 你就把门打开嘛 虽然有一阵阴风 然后又怎样 把门打开 结果我那个班长 就是诚成的那个 不是那个料的 是诚成的那个班长 他真的就 他进去钥匙 把门打开了 打开之后 我不骗大家 我们一推开门 三个人一起跨过 那个红色门之后 我们停下脚步 突然听到非常多人 讲话的声音 非常多人在 就叽叽叉叽叽叽叽叽叽叽 在讲话 那个时候呢 我们三个人 眼睛都看着对方 然后那种感觉就是 他们两个的眼神 告诉我说 你要不要下个命令 我们到底要进去 还是要走人 然后呢 我突然跟他们讲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 好像有一点问题 如果再进去的话 会不会造成了 什么军纪案件 我反而会有点怕 因为连我自己 这个不信鬼神的人 我都已经听到 里面有种吵杂的声音 就是好像有群聚 在那边聊天的声音 我会觉得 这个这样下去 应该会发生事情 我就跟他们讲说 我看算了啦 那我们白天再来好了 我们三个 马上冲出来的门 真的 马上冲出去哦 那个门直接带上 没有锁 我们就跑掉了 我们真的是 跑回我们的影射 真的 完全是真的 跑回去影射 太可怕了 这个太可怕 我不骗你 那个没有 我没有管它了 我们直接冲了 冲回去影射 因为我们影射 距离那个门 大概有三十几公尺而已 三十几公尺 所以我们就直接冲回去影射 冲回去影射之后 我们就各自做各自的事 那我还是觉得很奇怪 只有我听到那个声音 他们两个有没有听到 我就再隔一天 我就问他们 昨天去那个库房的时候 我进去红门 我们都叫那个叫红门 因为它是红色的门 我说我进去红门的时候 好像有听到一点声音 你们有听到吗 他们两个当然也有听到啊 而且还说非常的明显啊 所以他们才转过头来 看着我说还要不要进去的意思啊 我就跟他们 不然我们明天再还好 但是啊 如果白天去应该没有这么明显 因为我有几次是自己进去拿东西啊 我也没有感觉特别的 就觉得很压迫 但是不是那种明显事件的压迫 所以呢 我是觉得还好 不过我自己后来 有比较谨慎一点点 就是要进去红门的时候 我们都说那边是红门啊 要进去红门的时候 一定会多叫一个人 一起跟着我进去 保护自己嘛 给他自己出事 自己是长官 自己出事还得了 所以后来我都叫他们说 没有不得一个人进去 不可以一个人进去